2026台中市长选战卢秀燕似乎有意交棒给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 而绿营则是立委何兴臣呼声最高 今天上午两个人为了捷运局限战体考察同框了 由于民众党提出不排除可能会支持江启臣选市长 这等于是台中蓝白河 江启臣则是回应一起加油 何兴臣则强调最后决定权在台中市民 为了台中捷运局限战体考察何兴臣跟江启臣同框了 2026台中市长选战蓝绿接班人选 分别以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与立委何兴臣呼声比较高 但局势似乎还在不断变化 民众党台中市党部主委施议员将何树提出 若党内没提名人选不排除支持江启臣 这应该问他 对啦他讲的没错啦一起加油 其实卢秀燕也有想交棒给江启臣的态势 日前上古关行销 江启臣因为在立院无法出席派出太太出马 卢秀燕也一路将他的手砍吊吊 介绍再介绍 如今又有蓝白河一说何兴臣怎么看 我觉得我都不予置评 我也没办法得知 但是我想最后的决定是在台中市民 是在人民 江启臣何兴臣出席同场活动 都说先建设地方为重 但两人也都像鸭子划水 面对下一届台中市长选战 各自拼命努力耕耘 记者中部壮报道